過去一日,美軍在由赫布爾機場撤走近11,000人 11日以來,累計撤走48,000人 美方要求持有特殊簽證的阿富汗人暫時不要去機場 因為撤離計劃暫時以美國公民優先 但美國要趕得撤在下星期的撤軍限期之前 完成撤離行動似乎有難度 阿富汗首都赫布爾機場的航班升降 目前由美軍控制 德國研究如何在美軍撤出之後接管機場運作 同樣加緊撤出阿富汗的英、德、法國 傾向推遲撤軍日期 英國暫時已撤走7,000多人 但當局相信在美軍撤出之後 當地1,000多個英軍難以繼續撤離工作 手上約翰信表明 希望盟友會幫助英國完成撤離任務 已預告主持今晚舉行的 七國集團視像峰會時 會要求美國總統拜登延遲撤軍 強調必須在峰會上 就美軍撤出限期得到共識 預計會上同時會討論 七國會否承認塔利班政權的立場 或者是會否用制裁撤壓等等 塔利班警告8月31日是外國軍隊撤出的紅線 否則後果自負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就反駁 美軍是否押後撤走期限 是由總統決定 沙利文又說拜登會逐日視乎情況決定 華府官員透露 拜登將會在日內決定是否押後撤軍 因為就算不計平民 正是撤走派到當地的6,000兵力 都碎時幾日 由善電視記者一路指陳故到